先为开始带您来看到中国的禽流感疫情 除了H7N9之外 去年底中国一名73岁的富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H10N8死亡 成为全球第一位人类感染H10N8的案例 而最新的医学期刊指出 H10N8的病毒株经过基因重组之后 有能力感染肺部深处组织 也具有人传人的基因特性 提醒中国政府不应该低估新病毒的流行 去年底中国一名73岁江西富人 确诊感染禽流感病毒H10N8 11月27日发病9天后死亡 成为全球首例人类感染H10N8的死亡案例 5号中国专家在权威医学期刊 柳叶刀上发表研究报告 分析这名富人身上取得的H10N8病毒样本 发现H10N8经基因重组后 有能力适应哺乳动物 也能像H5N1一样感染肺部深入组织 我们拿来感染小鼠 在第二代它就能小鼠致死 然后我们模拟它在动物传播的一些过程 发现到了第六代 它就能造成这个动物的非常严重的一些死亡 前几年在中国湖南的湖水样本中 和广东活情上都发现H10N8病毒 专家警告不能低估大流行危机 他们那边的防疫我想还是不是非常的彻底 他们的祖先都是H9N2 那H9N2在大陆应该是到处都有了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烦恼说 哪个地区有哪个地区没有 我们要当做每个地区可能都有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目前H7N9跟H10N8 我们觉得它都是对人类威胁很大的病毒 专家表示 中国尚未完全关闭疫区活情市场 目前仍存有许多人情共处的环境 全球首次人感染H10N8传出 让禽流感疫情更添紧张 新唐人的电视 张志轩张琪琳 陈辉摩 综合报道